7月7日,在青海省藏语系佛学院的礼堂里,首届学弦班学弦授语仪式如期举行,96名学员顺利完成4年学业,其中86人获得了智然巴、缠然巴学弦。 据了解,这届毕业学员是青海省获得智然巴、缠然巴学弦的第一批三才。 智然巴、缠然巴、拓然巴这三级学弦是中国佛学院培养机制的创新成果,也是藏传佛教、学经制度的历史性跨越和创造性转化。 来自青海乐都阳关寺的活佛班唐洛桑加措表示,今天的毕业典礼令他十分感动,作为一名活佛不仅要懂佛法,还要学以致用。 回到所在寺院之后,他会结合学习佛教经典,引导信众、振信振行,促进藏传佛教、健康传承。 这4年来我学到了很多佛经里面的知识,也学到了很多我们国家的有关政策、法律等等。 回去以后,我要把我所学到的一切,给我们寺院的僧人也好,当地的新教群众也好,全部我就是慢慢地一步一步地给他们传达。 青海省藏语系佛学院经师吴嘉苍告诉记者,学校针对96名学员的课程设置得很丰富也比较合理。 学员们主要学习宗教知识,其次是文学、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政治方面的知识储备。 这些毕业就回去了以后,最主要的是去回去自己的寺院里面,再就当老师, 有些还要当管理无用户的主人,还有佛学上面的很多很多的这些工作和事, 我相信他们能会发挥自己的作用, 对国家、对自己的民族、尊教能做一些自己的力量和贡献。 在毕业典礼现场,除了获得智然巴、禅然巴学贤的身材之外, 还有25名当地的新转世佛佛,获得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佛学大专学历顺利毕业。 大专毕业生阿智仁清多杰表示,这场毕业典礼为培养青海藏传佛教优秀身材, 奠定老坚士的基础。 今天就是终于圆满地毕业了,像我们一样没有受到过以前国民教育的这些活佛, 应该要更加地重视一下,就是说以后就多办一些这样的培训也好, 学习班也好,这样的话利于宗教界人士以后在寺庙管理也好, 整个社会上在各个方面都是能把握住,也能运用好一些, 知识文化。